颜料机构认为明年全球液晶电视器的出货量 在品牌大厂产销计划保守以及面板厂的产能调整之下 恐怕会面临到持续衰退 预估年减5.1% 不过部分的面板大厂表示 为了求获利他们会全力提升高单价的广视角监视器面板出货量 预估明年的广视角产品渗透率上看30% 预估明的广视角产品渗透率上看30%